主料,红薯200克,面粉100克,补量,盐,五香粉,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红薯洗净去皮,用工具擦成丝,全部擦成翻薯丝后,加入盐和五香粉拌鱼桥味,放置两小时以上,使其入味,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,添加其他调味品,腌好后的薯丝加入适量面粉, 再度拌匀,面粉的量没什么规定,稍微能使薯丝粘稠点就行,如果感觉太干,可以适量加点水,不要太多哦,热锅放油,用筷子升级油里能滋滋冒泡,油温又差不多了,用筷子夹一起醋薯丝,放进油锅中,重复此动作,把薯丝炸成线团状,金黄色即可起锅,盘子上便张厨房用纸,把炸好的薯丝放到纸上, 吸取油粉,烧两点就能开吃了,烹饪技巧,美味提示炸食物千万要小心,防止烫山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